这可能是100多就可以到手的最好玩的乐高科技组套装了 功能并不算多,也就只有车辆的行驶 通过旋钮控制的后轮转向 可以向侧边伸出的两段式机械臂 还有最关键的前悬架升降 尤其是这个悬浮式驾驶舱整体举升的功能 在举升的过程中,整个驾驶舱甚至可以始终保持和地面平行的状态 其他的,当然还包括比如可以活动的提手 可以活动的车头机械手 还有一个神秘的货舱等等这种小设计 另外还有非常精彩的可以随动转向 也可以楔形转向的抖轮挖掘机的改装玩法 这就是乐高42178太空地表装载车 也是之前我们发过评测的42181重型太空货运船的同系列套装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精彩设计 和一般载具不同的是,这辆装载车的后轮为转向轮 手动动力进来以后,通过一枚6553波动转向拉杆 带动后轮转向 而并没有使用常见的齿轮齿条结构 这里是这款套装最精彩的悬浮式驾驶舱举声结构 可以看到设计师在这里使用了平行四边形连杆 连接后悬架和驾驶舱 因此驾驶舱呢,相对于后悬架的角度永远是固定的 进一步的,纵壁式前悬架通过一枚98585和连杆内部的一枚黄色四尺齿轮连接 而这枚四尺齿轮呢,又捏合一枚被固定住的浅灰色的四尺齿轮 因此当前悬架纵壁旋转则带动平行四边形连杆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前轮、后轮以及前悬架纵壁的旋转中心 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几何关系 而旋转中心的所在位置也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这样可以确保在整个过程中后悬架的角度不会发生变化 也就是保持垂直的状态 对应的也就是保证悬浮式驾驶舱的角度不发生变化 这里可以看到驱动前悬架纵壁旋转的联动结构 可以看到手动动力从车尾进来以后 通过一组12比20的齿轮组 然后经过一枚万象节到达这枚关键的小推杆 而这枚小推杆呢,大概的相当于刚才提到的三角几何关系的底边 那么当推杆缩回,也就实现了带动纵壁旋转的联动效果 最后是车尾机械臂,这里做了两段的设计 分别呢,也是使用了一个平行四边形连杆机构 好啦,那么这款套装的拼搭大概需要两三个小时 作为一百多就可以到手的科技组套装 最终的成品在体积方面呢,其实算是比较大的了 我们这里也可以和其他几款套装做一下对比 大家也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哦 在外观方面,和同系列的42181一样 同样是采用了橙、白、灰的配色方案 并且这四枚浅灰色的轮胎呢,也是属于稀有零件了 迄今为止,这个版本只在这一款套装上出现过 那功能和玩法就是我们开篇看到的 测试下来呢,也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另外,牢固度测试下来,基本也没有发现容易脱落的零件或者模块 当然,少量采用砖块类零件的地方 碰到的话,那可能还是会脱落的哦 总之整体来看,确实是一款非常适合下地把玩的套装 那在重复可玩性方面,这款套装也有不错的表现 我们在RB上目前可以看到的一共有22款套内MARC作品 其中大部分是一些比如装载车、挖掘机、拖拉机、 插装车这些工程类作品 另外也有这种非常科幻的旋转旋翼机、月球赛车等其他题材 那我们这里就来大概的看一下这个免费的 居然还可以四轮随动转向 甚至是卸行转向的抖轮太空挖掘机 作者是来自德国的涅库莫迪瓦 这里看一下这个可以随动转向 也可以快速切换成卸行转向的底盘设计 具体的我们可以看到 手动转向动力从车尾进来以后 在前后车桥分别通过一枚6553驱动转向拉杆模块 可以看到如果前后车桥的转向拉杆都在悬架的下方 那么就是随动转向 而如果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 那么则是卸行转向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切换的操作呢 在成品阶段也是可以进行的 并且切换起来非常的方便 所以呢 确实是一个官套都少有的精彩设计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转向结构中 还有一组4比4的齿轮组连接转台模块 也就是说通过转台旋转呢 也可以操作车辆的转向 大臂升降联动结构中 使用了12比20的加速齿轮组 那动力继续向前 则是通过万象节驱动小推杆 好啦 那么最后拼好的成品 就是现在看到的这样 作为套内Mock 完成度呢还是非常高的 总长度也是达到了30厘米 除了行驶 另外还可以通过转台 或者通过尾部的旋钮来控制车辆转向 通过转台尾部的蓝色旋钮 还可以控制挖臂的升降 而前面的抖轮呢 则是通过手动旋转 那这些功能测试下来呢 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关键是这么精彩的设计 还是免费图纸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精细 而且另外一份 看起来同样非常不错的 同样也是免费的月球赛车呢 也是来自这位作者的作品 感兴趣的玩家 也可以体验一下哦 好啦 最后回到关套 看一下包装 彩合正面是一个火星场景图 年龄定位8岁以上 背面则是功能玩法的图示展示 435片零件 一共分成了6个零件分包 5个大步骤 平均每个大步骤只有87片零件 所以找件呢 确实是非常的轻松 拼搭手册一本 一共是有130部 不均3.3个零件 手册末尾 除了把彩合背面的图片 拿来再用了一次 另外还有一张 Space太空系列 四款套装的集合展示 最后贴纸呢 是有这样的一小张 好啦 那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哪些套装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哦 咱们下期见 拜拜